警方接獲報案說的女子疑似離家出走 深夜未歸 跑到超商求助 立刻出動搜尋 晚間久點多 女子提著手提帶雨 安全帽流落街頭 十分可憐 原警上前關心 她欲言又止 原來是瞞著家人 從台中跑到嘉義布袋 來跟網友碰面 該男性網友以家裡 半傷勢為由離去 原警將年僅20歲的她 帶回派出所 男網友與她在超商附近散步後 竟然以家中半傷勢為由離開了 放她一個人 沒車搭 手機沒電 身上只剩300元 不知如何是好 還好原警讓她充電 並聯絡她在嘉義的友人 協助她返家 其實7月中 台中有一名女子 與男網友阿虹相約出遊 卻被載到嘉義的公車站丟包 這儼然是阿虹案的翻版 你會不會出去找網友見面 不會吧 為什麼 因為一個人去到外地 覺得太危險了 然後也不知道她會做到怎樣 現在的社群軟體很散散 那女孩子的話 要記得要會保護自己 那出門的話 一定要跟家裡的人講說 要去哪裡怎麼說回來 連男生都覺得 與網友約到外地碰面很危險 家長又心忡忡 只盼不要再有類似的事件發生 TVBS新聞紀剪亨 嘉義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